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大家停一下 让我们自己做个警贴 我们现在在这地方来干什么 修学佛法 你为什么要修学佛法 目的我们已经了解了 那么为了达到我们去苦德路的目的 我们有一个认识 我们所以得不到的原因 因为对于很多事情没有正确的认识 一个专门名词叫无名 换句话说我们在无名当中 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制作 我我我 这个东西都是错误的根本 痛苦的根本在这里 唯有一个有正确认识的人 指到了你 你了解了你的错误 那个时候心里想说 排斥这个错误 不但如此 还要进一步地认识 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然后照着正确地去做 那个时候你才能够转化的过来 这个道理很清楚 这个道理才是我们真正第一步 应该摆在心里想一想的 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认真的听 师父刚刚讲到一笔 第一盘子带 师父就说 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注意 师父讲说 大家停一下 师父说了停一下 是要停掉什么东西的 刚才讲了 钟大师决定聪明的公案 不知道师父是不是想到说 我们心里可能犯起很多东西 然后马上就调整现行了 说停一下 所以什么东西停一下呢 停一下我们内心中 正在进行的那个序流 然后接着师父说 让我们自己做个警惕 警惕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师父又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此时此刻 是谁在这里 那大家已经答说是我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干什么呢 答案 修学佛法 再问 为什么要修学佛法呢 说目的已经了解了 只为了去苦得乐 那我们有得到快乐吗 没有 苦去掉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师父说 我们有一个认识 说我们所以得不到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留讲吧 说为什么得不到的原因呢 因为对很多事情 没有正确的认识 一个专门的名字叫 无名 师父说 我们在无名当中 概念执着 我我这些东西 是错误的根本 痛苦的根本 在这里 注意哦 刚才上一段讲到 宗大师的功德 说师父小心翼翼地 给我们讲了这个例子 让我们去认识一个 决定聪明的善知识 他的智慧聪明程度 到这里呢 你看师父 我觉得又非常勇猛地 直接披向我们的内心 可能在想什么呢 注意到这来做什么了 马上提出 此时此刻的我在干什么 我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没有得到快乐 为什么没有离苦 师父直接把无名这个概念 就在第一盘 投到我们眼前了 大家都知道 无名的概念是在 十二亿元那儿才出现的 他在第一盘就 一下子推到你面前了 应该说知地有声 应该是吓我们一跳 无名 什么无名 我们所有的错误都是无名 什么是无名啊 然后师父说 痛苦的根本就是这里 听了这之后 有几人相信呢 说无名是什么东西呀 为什么它是痛苦的根本 我们痛苦的根本不是 某人某人没理解我呀 钱赚得少呀 或者说我不要去做 我不喜欢的事情啊 我要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啊 或者我被人家背叛了 我被骗了 这些是痛苦的根本啊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要学五大论 很辛苦啊 提不起心力来的时候 还要去听 还要去辩论 还要去背书 这都是痛苦啊 为什么无名是痛苦的根本 我们会相信吗 再说什么是无名啊 师父说 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执着 我我我我 我 这个东西就是错误的根本 痛苦的根本就在这里 如此的大刀阔斧 如此的勇汉 在第一盘时代 就把无名和我这个概念 直接跑出来 实在有点像今天的炸雷一样 炸在我们面前 当然在第一盘听的时候 也有人会对这个一点 就全部错过了 因为一开始听广论的时候 很多人就喜欢听 高高兴听完一轮 其实没记住多少东西 就是高兴 花喜心是有了 在细细地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其实忽略了太多东西 可以想到 一笔就把无名 炮出来了 就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根本 实际上你要再找痛苦的根本的时候 你对这两个字 是会非常深刻的 就像在黑夜的闪电一般 明晰的那样的深刻程度 无名是什么 为什么我 执着的我我我 成了痛苦的根本呢 我们痛苦的根本 不都是外在的条件 外在的人 甚至说疾病 环境等等 都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吗 为什么我成了痛苦的根本呢 所以一定是有一大堆问题 如果就这个问题 我们去纠结的话 一定会衍生很多很多迷惑的问题 这个呢 师父又说了 停 要警惕一下 我们发现说 什么是无名 后面跟着很多很多疑问 什么都不明白 这个时候师父就说 那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唯有一个有正确认识的人 指导了你 你了解了你的错误 因为刚才我们就是不了解 我们不承认呀 你了解了你的错误 那个时候心里想排斥这个错误 注意看到这的时候 知道没有疑问 了解了错误 到排斥错误 其实可能有很长的距离 本身了解错误 就有很长的距离 有些人不觉得 甚至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都在外境上找 在环境上找 在自我身上去找错误 去找下一段生命的一个希望点 一个齐飞的点 有多少人呢 因为我们的肾与义 终究都贪圆 在色生香味出发 都执着在这上面 有多少心力 让所有的精神回归自新 可能就喝一杯茶的功夫 会静一静吗 连吃饭也变得很充促 工作也很充促 跟别人讲话呀 做什么都是在一个 忙乱的节奏之中 紧张的节奏之中 甚至是焦虑的节奏之中 我们如何停啊 如何警惕自己 在做什么 所以又有多少时间去想 现在的痛苦 可能是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 那我是什么错误 用多少时间去了解自己的 错误的行为方式 错误的语言方式 错误的思路 因为一定是错误的思路导致的 一开始想问题就想错了 所以后来 都不是自己所想要的那样子 在人生的 匆促的脚步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停下来 在夜晚看一看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人们忙成那样子 碰到月圆的时候 有多少人去欣赏 那么漂亮的月亮 在天上 在寂静的夜空中 那皎洁的月亮 那么美 其实也没有多少人 有时间欣赏了 我的意思是说 在月亮和星光 和日出被忽略的时候 我们的身心也被忽略了 我们只是随住着 一个忙乱的时代的脚步 生存的脚步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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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这样过下去 有认真地想一想 我来干什么 我此生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觉得 这么低头是哲学家想的 哲学家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 难道不是想要 生命变得更美好吗 每个人都想要生命变得更美好 生活变得更美好 提升生命的质量 所以全部都在忙 有时间想无明吗 有时间探讨 这痛苦的根本吗 甚至从未听闻过 什么事情 无明和我是痛苦的根本 是错误的一切 这件事简直是太稀有了 如果不是师父 在这里提出来 我们终其一生 乃至生生世世 怎么会想这个念头呢 怎么会知道这个信息呢 如果他不来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知道呢 所以了解错误这个过程 就是要一个知道错误的 又改了错误的 有经验 又肯告诉我们的人 告诉我们才知道 然后我们知错了 就会改 当然会排斥错误 如果不知道错 是不会想改的 因为那不是我的错呀 那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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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呀 不是我的错 是他们改了 我的生命才会变得美好 为什么是我要改我的错呢 而且这个错非常的古怪 居然是我 居然是无名 好像跟什么事都没关系 好像是个概念 是个推理 这事情就更令人难以捉摸了 所以想探索的人 就要沿着探索下去 为什么高僧会指出 生命的痛苦是无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